俄罗斯久攻不下基辅 军力折损严重 而这几天 俄军陆续从基辅的周围撤离 俄军离开之后 外界才真正见识到过去几个礼拜 俄军对乌克兰的屠杀暴行 在布查室的街道上头 到处都是平民遗体 陈娇还有俄军所遗留的大型坟场 至少掩埋了300具遗体 而许多罹难者的双手遭到反绑 他们的头部还有弹孔 惨遭俄军行刑式的处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演说当中愤怒表示 说这根本就是种族屠杀 而布查室的炼狱警箱也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说这根本就是大屠杀 要求来进行战争罪的调查 而现在欧盟也计划再祭出新的制裁 也就是禁止俄国的能源进口 北约国家波兰就说 为了对抗俄罗斯 他们愿意在境内部署 美国合武 俄罗斯公布下乌克兰首都基辅 侵略野心没有得逞 还损失惨重 俄军近日陆续从基辅周围撤离 但他们离开之后 外界才真正看到过去几周 俄军的屠杀暴行 基辅西北部布查室的街道上 到处都是平民遗体 几多离难者的双手遭反绑 被以刑刑的方式处决 陈娇还有俄军遗留的大型坟场 掩埋了约300具尸骸 许多家属来寻亲人遗体 却不知从何着起 当场崩溃 俄军宣称没有伤害任何平民 并指控屠杀是捏造的 还说是乌克兰人刻意将遗体摆成被迫害的姿势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演说中愤怒地表示 这就是种族屠杀 布查室的街道上都是被摧毁的俄军坦克 险见俄军损失惨重 撤退得极为狼狈 乌克兰国家警察认为 俄军遭受挫败的重要原因 就是他们太傲慢了 布查室练狱般的景象也引发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北约组织呼吁国际法庭 立刻对俄罗斯展开战争罪的调查 人权团体估计开战至今俄罗斯已经绑架了182名乌克兰人 其中包括了记者 11名地方首长以及军人和平民 基辅周边城镇的一名地方首长已经确定遭俄军杀害 俄军从乌克兰北部撤离也气手机辅周边的战略机场 目前正重振旗鼓朝东部和南部集结 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周末遭到猛烈炮击 俄军采用高精准度的飞弹 瞄准奥德萨的基础建设 当地军用炼油厂和除油槽被摧毁 美国国防部这星期将再提供 乌克兰3亿美金的安全防御系统 包括无人机,战车和炮弹 德国也宣布追加提供56台的坦克车给乌军 法国总统马克宏呼吁欧洲国家 对俄罗斯进行新一轮的制裁 禁止俄国的煤炭和石油进口 立陶宛开了第一枪 宣布不再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 另外北约国波兰表示 为对抗俄罗斯 他们愿意在境内部署美国的核子武器 TVBS新闻总和报道